讓我想一下到底該從哪裡開始介紹這部電影呢 說實話坐在電影院兩個小時我真的不太確定自己看了什麼 這句話並沒有任何的誇示 而是在這部電影的任何層面上 我都不確定自己有沒有理解導演試圖傳達的訊息 毫無重點的劇情讓所有觀眾迷思在導演幻想出來的烏托邦之中 當你以為至少這個烏托邦是你所期待的全女性演員建立的樂園時 導演又在尾聲中派出三名森林男性演員來嘲弄你那渺小的喜悅 皆大歡喜這四個字非常諷刺的對比我看完電影的感受 哈囉大家好我是美美一位百合重度成癮患者也是一位女性主義者 如果你是第一次發現我的頻道別忘了訂閱開啟小鈴鐺 就能持續看到更多關於女性或女同志的電影影評 三月應該是一個女力爆發的月份 前有詐欺女王後有皆大歡喜 兩部題材心以不落俗套的女性主義電影 本來應該能為女性主義的題材開創新的高度 卻雙雙淪落自性別刻板意向的沙文主義電影 不但沒能為女性電影建立起典範 而且在關於過程中我一直感受到常溺在細節的直男愛 不舒服的感覺直到走出電影院都讓人頭皮發麻 畢竟有意思地去拍女性主義電影卻無意思地展現男性印象 比那些毫不掩飾的惡意更讓人錯不及防 《街大歡喜》是由陳鴻英為英娟指導的戀愛喜劇 劇本改編之沙斯比亞四大喜劇之一的《街大歡喜》 As you like it 唉…我想一下要怎麼介紹這個劇情 簡單來說這是一個尋找父親的大地遊戲 女主角羅琳為了尋找消失七年的父親回到了台灣 因緣際會下與男主角歐蘭德搭檔參加了格鬥比賽 歐蘭德因此愛上了羅琳 羅琳為了測試歐蘭德是不是真心愛他 決定假扮成羅琳的哥哥羅斯福 並一頭經歷了類似雙人撞球、按摩腳底、掏耳朵等 綜藝節目的遊戲關卡 終於在最後找到了自己的爸爸 當你以為這就是大結局的時候才發現 原來爸爸和爸爸的弟弟每七年會透過夏威奇 來決定誰要留下來接管家業 誰可以流浪去當邪教教主 如果你聽完我的劇情簡介 沒有理解我說了什麼真的沒有關係 因為劇情一點都不重要 看了兩個小時的電影 我還在思考第一分鐘出現的角色 到底跟主角是什麼關係 還有那些眾多的CP配角 到底為主線的故事帶來了什麼有意義的推進 導演在短短的兩個小時之中 想要涵蓋太多內容 以至於劇情鬆散到無法看出最基本的前因後果 包含了太多角色 以至於每個人都成為扁平的 根據性別客滿印象所建立的人物 所謂性別並不單純只是生理性別 還有性別氣質、性別認同、性傾向 在這個討論性別的電影之中 卻滿滿的都是陽剛的、輕挑的、強勢的男性角色 還有以生小孩為人生目標的女性 這些缺乏性別意識所建立的樣板角色 以及毫無刻畫的一見鍾情 讓整部電影空洞得像是所有性別偏見的集合體 當然劇本或是角色刻畫並不是整部電影之所以會讓我如此失望的理由 而是這號稱台灣首次全女性演出的戀愛喜劇 在我的想像之中應該是劇中男性角色 全部是由女性裝扮演出 我甚至幻想這會是一部電影版的保總劇團 不過就像我一開始提到的 如果你有跟我一樣的期待的話 大概會在最後的最後大失所望 因為全境中最具有權力的角色警察 近來是由男性演出 除非導演跟我說這三位角色都是性別認同女性 不然我真的只感受到令人反感的男性威權 喔等等 原來這兩位導演確實是為了讓觀眾感覺到反感而加入這些威權印象 極大歡喜不只是背叛了我對於這部片唯一的期待 更讓我匪夷所思的是台詞 正因為是一部由女性裝扮成男性的電影 正因為是一部瞄準女性觀眾市場的電影 那些像是性騷擾一般的台詞 連應成為一種尖銳的諷刺或是一種浮誇的娛樂 但這部電影只是毫無羞恥地讓女性演員重現這些騷擾 好像那些不舒服感只要透過女性演員的演出就能夠正當化 最…最…最…讓我匪夷所思的絕對是為了尋找爸爸而經歷的各種傳觀遊戲 絲毫沒有能夠讓角色成長或是堆疊感情的作用 唯一起到的作用就是讓觀眾記憶體尷尬的症發作 其中一關掏耳朵 那個尷尬的程度差點讓我這個尷尬症患者在電影院裡面哭出來 親你閉上眼睛想像一個復古的咖啡店 兩個男性在霸台區互相推遲的這是他們的第一次 然後其中一個人把一個長長的東西伸進另一個人的洞裡 兩個人發出了各種的聲音聲 我猜這應該是導演刻意在這個關卡設計滿滿的性暗示 並且藉由這兩位演員的表演來彰顯這有趣胡鬧的喜劇效果 但說真的全場七名觀眾沒有人在這邊覺得好笑 因為在這個片段之中還穿雜著另一組情侶激情四色的喜車play 你無法分辨自己在這個時候應該是要臉紅心跳還是捧腹大笑 在這兩個情緒當中只剩下空虛的尷尬與荒謬 撇除街大歡喜的劇本台詞喜劇效果 這部劇仍然有值得一看的片段 那就是一開始 當導演展現一個烏托邦般的台北街景 你可以找到你熟識的那些女同志網紅 查理 兔女郎 エロ 這個小小的彩蛋在一開始真的會讓人非常的驚豔 雖然也就真的只有一開始 這期的影評就到這邊 如果你不小心也去看了街大歡喜 歡迎和我一起吐槽 或是跟我分享一下其他好看的反串電影 如果你想看了其他好看的電影影評 歡迎點擊畫面上的影片 我是美美 我們下期再見